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地民众与三百余名警察发生冲突,没有人员重伤,韩国防部解释称,为防止环境污染 韩方此次在基地内,新设了地上储油罐,17日运入基地内的燃油并非用于萨德雷达,而是攻击地内的车辆使用 但当地居民并不接受韩国防部的这一说法 居民们称,如果国防部决定在基地内设置储油罐,他们应该在24小时前就通知当地居民 但国防部并没有这么做,双方的信任已不复存在 报道称,为改善法德基地驻地官兵生活条件,韩国防部决定在8月初之前完成基地的生活环境改善工程 韩国防部还称,韩方本计划在三周前将储油罐预置基地,但应遭到当地居民反对而延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